我俩 就跟我俩慌常耍皮去 这夫妻真是 牙跟尺啊 尺跟蛇 牙跟舌头俩啊 老碰家 是吧 所以说他跟我俩朋友 我要真动性了 我要真激眼了 他马上他就笑了 哎他就这么干嘛呀 你看他来皮了 你这个要激眼了 他那咖啡真是笑了 他要跟你耍皮鸡 两分钟不过 回头瞅瞅你 你还生气呢 你说你说你哪生气 有气也不能生呢 他跟你放气 就我们女同志 你个家里要真能这样呢 你丈夫不会不欢喜你的 他长得 就你长得再丑 他也欢喜你 是吧 你性格好 有的很多女同志 长得比较好 就靠着自己这个勇艳 这个家庭里 飞扬跋扈的 那 我敢讲啊 你再好 也不行啊 仗着自己 有几分的滋舍啊 这个不行 银 重在什么 不在茂而在心 是吧 那心灵好 那才叫真好 所以我们家里就这样 我一瞅他 还真行 要不后来 又回一年吗 又回了点 我想 这俩又进院了 我二十七 要一抱 大腿就抱着了 二叔啊 他俩回来也不回去了 我们俩也不走了 哎哟 这下可把脑袋下 大了 那脑袋嗡去呢 哎哟 我说这孩子 走不走了 我咋整啊 真勉强 就说孩子 进屋进屋 哪里正面呢 你们想 进屋了 进屋了 头吃饭不能说 吃完饭了 我跟我们家人说了 我说这俩 他们又不走了 你还有招没招了 我说我是没招了 他休息半天 我还有招 哎哟 我说你还有招 我说你什么招 他说我去找找子去 哎哟 我说那可不行 你不能跟他打仗去 老怕伤子 少怕伤膝呀 这么点小三十多岁 把丈夫死了 多苦啊 你还跟他闹一件 他说不是不是 我不能跟他闹一件 我说那你干啥去 我跟他商量 商量啥 他说我让他搬一会 因为我一听这招高 我说那你让他搬一会 人家能同意吗 他说我跟他商量 我说你怎么商量 咱们是求爷爷爷去了 这不是人家求咱们了 他说咋的 我让他干啥 让他回来 我把这三件房给他 回来你就住这房 那房你卖 过夜这套家具 咱们啥也不带 就不要两个老爷爷 往外一领 嗯 我说这还差不多 他说养后咱们 养后两个母猪吗 给他一个 哎我说行 他给啥我都高兴 咋的呢 我就信那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你不给我这儿了吗 给谁了 你没给别人 哎他说 他说给啥我都给 我们家那人是这么心大 他拿东西不想有回事 就这么点 他说我还得去 这又拉一圈了 他又跑海路去了 到那跟我嫂子一商量 我嫂子真同意了 就把那男的一个人带过来了 说你看他 他说看啥 我到这儿待三天四天 我看你们都 这些人对我都好 那我就来 我妈一个人 就这么的 就找圣诞兵 对打 那时候圣诞兵落户 杀猪 请大队 请小队 别落户 大队小队都统一 因为我哥哥在活的时候 那真是啊 全大队 那活地没有盖过他的 什么都会 你干啥都行 就这么的 正月时期 生产队给两台马车 把他搬回来 这回来怎么样 这我妈更乐了 哎呀 又团圆了 死的又放下了 活地都回来团圆了 老爷乐不乐 我就看我妈的病啊 减期一多半啊 没过几天 因为那个男的吧 说话有点 慢他腾的 人家性格好啊 我妈说 整个找这么个玩意 我说咋的 他妈说话 别拉屎都飞机 问他一句话 一两分钟才能回答 你说这孩子 媳妇咋说 我说妈 他这样 他不会给咱们孩子受气 是吧 他能干活就行呗 说媳妇有我们俩呢 长了呗 我妈说 你别吹了啊 你那俩不知咋整呢 我说老太太 你好好活着 你看你儿子咋做 我妈说 我早看着了 我最惦醒的是 这三个小子的媳妇 就这么的 真就是啊 那就干活 可这样 你又干活呗 这我就不惦意他们家了 有人管了 可是82年 开放了 开会开放了 哎呀 这个会场那头啊 我心里就热开花了 可想开放了 干啥 让各个中地 各个搞经济 我回去跟我妈说了 我说妈 机会来了吧 她说啥机会 我说开放了 自己搞经济 自己用地 还求孩子喜欢吗 我妈说 你干啥挣钱去 我说我干啥挣钱去 我不是粉条吗 开会儿吧 82年那年 我说今天咱们就开 秋天就开始开会儿吧 开会儿吧 各个家屋开的 不行 后来 第二年就各个盖一个会儿吧 开了八年 又开八年 一共开九年 怎么样 五个孩子 这五个小的 都说上媳妇了 哪个也没 没拉债务 不过可把孩子累懵的 凌晨两点起来 晚上十点睡觉 他睡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就叫 那我那二人 他十七岁 我们开会儿房的时候 我那老小子 十八岁 俩孩子煮的 刚厌就睡着了 那个煮的土豆 烙的天末就睡着了 我一瞅 我说不心疼吗 心疼孩子 哎呀 我说 太也没办法了 你瞧把你们累的 你说我那二人说啥 二兄你不用疼我吗 没事 是吧 年轻人哪点泪怕的 不就为了咱们过这个家吗 这样我就开始 开本房中间 我就给我 给我大儿子订婚吗 是 给我大儿子订婚 我就给我大儿子订婚了 给我大儿子解完婚 十二天 就给我大儿子结婚了 给我大儿子解完婚了 我就问我妈了 我说妈你看怎么样 你儿子做到没有 我妈就笑了 你真做到 我说我真做到了吗 因为那是为什么呢 我为他要说 这个什么呢 我张的这些事 因为我找这个男人 他不行 张的不了事 我嫂子吧 我哥哥吐血 有病吐血 把他惊吓的 一有事完了 他躺在睡觉去了 他说我一有事我就不行了 让你哥哥把我吓的 他一吐血我就像一潭泥 我就在躺着睡觉 这一有事了还那样 我说你看你多能偷懒 孩子有事了 你跑去睡觉去了 他说不行啊 他说我不睡不行啊 那就是啊 就对我们俩这样了 跑 孩子订婚 出去过离 都对我们俩的事 前跑后跑吧 可这几晚婚了 我妈一瞅 我孩子瞅这孩子 真结婚了 高兴了 我说妈妈 你看怎么样 我做到了吧 他说做到了 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别死 我还有俩人呢 你好好活着 他说我不管了 他说的这句话 咋也没往心里去呀 结婚了 还结婚一个月吗 那一出发 早晨中达六点 他说一句话 他咳嗽一声 咳嗽一声呢 我们家的人 因为我们静待 跟我从他结婚 就跟我母亲 在一个床睡觉 我们家的人 你说妈 你咋咳嗽呢 今儿啊 他说我来咳嗽 咳嗽一声呗 那算不啥 这可以就拉打了吧 我就接过来了 我说妈 我看你现在 好像没病了吧 挺好的吗 他说我一点病没有 我心里现在像热开花的事情 我身体可好了 那些病都没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说 他说怎么搞的 你这房子怎么转住呢 我就笑了 我说这俩太子 房子能转住吗 他说真的 这房子转住了 天转地转 迷幻 我就迷幻 因为我说迷幻 有一心 迷幻不是好事的 我说快点起来 这俩孩子 赶快去 把俩小子召起来 我说 一个找大夫 一个送信 等送信 我四妹子进屋 问我妈一句话 妈你咋子来 我妈说我迷幻 不迷幻就好了 等我早点跟着进屋 再问我妈 不说话了 几个小时 我母亲走了 有那么句话呀 儿女孝亲不在 树一镜风不止 父母在世 孝不难 父母去世 孝难全 死后你空自败孤 死后你败的孤 有什么用 父母在世 你把孝道信圆满了 老爷走了 我们没有遗憾 但我母亲的心事 我给她了了 笑什么 笑心 什么意思叫 顺母心 顺者为孝 我母亲走了 我把母亲送走了 我就想了 我一定还要止行诺言 我还有俩人呢 因为那俩姑娘都大呀 以前都结婚了 我们俩竟不办婚事了 我五个妹妹 我俩结婚的时候 五个妹妹没结婚 给五个妹妹结婚 给五个妹妹结婚 结完婚 你看 我又发送我父亲 发送我母亲 又发送我哥哥 然后这七个孩子又结婚 你说把我们俩张的 刘王俩那真是 他讲话了 咱俩这干啥呢 我说干啥呢 那没办法 这是咱们的使命 咱们就得完成 完了又给谁结婚呢 又给二十订婚 给我老儿子订完婚 给我二十订婚 给我老儿子 九零年吗 给我老儿子 结完婚 一个月零两天 又给我二十订婚 给我二十订婚 可办操事了 办好 办好大一个操事啊 我们俩去过礼去吗 我们四个人 我们四个去过礼去 我那个青天家 青天母 青天都特别还好 和人家他那个青天 给那个喝酒 我那时候我就不喝酒 我那时候我也不吃肉 因为我吃素三十多年了 我就不吃那种 我吃了才受不了 我不是不想吃 说我不是那个我什么干啥 我吃不了他 我就不吃了 烟也不抽了 酒也不喝了 又也不吃了 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十四五年了 完了那怎么样 那个青天就不让我喝酒 不让我吃油 我说我不吃这东西 好酒不入茶房 你一好你就喝呗 把我惯你 你说这家 让他把我整掉 这心里可难受啊 你说你来 你来平息吧 还不行 你说你还不能给你动性 你来陪咱们吃饭来的 哎呀这家把我整掉 我心里可不痛快了 你完了怎么样 又定什么 定日子 我定的日子 他说什么 不行不行 我你那姑娘的别妈都没说不行 他说不行 他是干啥的 生产队一个小队长 缴的哥哥了不起的 这家伙能吃哪喝的 我说你爸 你别跟我俩整这套 是吧 你们那个行列吧 我再说我跟你们喝不一顿去 你别跟我俩来这个 不行 那那行吗 我那个他那个 儿媳妇是他这个 我们这个儿媳妇的姐姐 啊我们那个结婚 定婚 过完礼了 十个月才结婚 我说那是你家 不是我家 怎么说也不行 这家我有点动性的 我一拍拖的 下去 要是我保护没 我早让你下去 你不说人家话 你叫你说的话好轻啊 你滚 这家伙要我 这一下子把他造的 他不知声 我心疼还不得跟我俩打起来呀 没有 我心疼 那就别说了 我起来可走吧 撤了吧 我就撤了 大婚子来过头 欠了 哎呀 我说 我动性了 还不愿意 我不动性就对了 是吧 就说 在耶和场和下 真不能动性啊 动性啊 伤啊 伤你自己啊 真的 一月零两天 给我二十结婚了 哎呀 给我二十结完婚 我们俩说 咋俩这回松一口气呀 是吧 这就 接着就给老子订婚 订二婚了 到时候给老子就结婚了 解二婚了 我说 错了吧 行了吧 九五年烂的叫 我们俩就在北安 办一个性理疗病 那么一个角质所嘛 是吧 有张修盈 耿小平 我们就在那办理 那我们都是义务 我们那时候就是义务 我们六个人都是义务 刘德鱼 刘富 他们两口子 我们两口子 我们一共六个人 在那都是义务 义务 达不到要求 二叔不挣钱呢 没有钱呢 他说二叔你能借着吗 我说借我能借着 借着你借我还 借钱给孩子盖一个房子 盖完这个来 那大的又要盖 又给 借钱给大的盖 大的盖完了 那二的又要盖 又借钱给二的盖 三个人都盖一个房子 可是又在乎了 你看结婚没有在乎 盖完房子又在乎了 那种训练也停了 后来我那侄就说 二叔 干什么房子 还得干 我说你们干吧 我可不干了 你们五个都结完婚了 我可不干了 他说二叔你不干 我干不了啊 我没有技术 我技术不怕 我能给你掌握 我说我还不 我不从中间去分一份 我分文不要 因为我二十五岁 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就把钱我看得太大了 我刚一开房 我舅舅让我上哈尔滨吗 我就是个道外 十九道接住吗 他说你上这来 我给你拿盖一个房 你做豆腐做得好啊 你就给这开个大豆腐 我那时候我一心 我不来 我就为了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我不上那去挣钱 我舅舅再次要求我都没去啊 我舅舅已经八十多了 这次我还到我舅舅那了 我一年去看我舅舅一次 那时候娘大舅亲嘛 爹大赎亲嘛 是吧 舅舅在世 不管母亲在不在世 我们必须要去看他老人 他老人家 这样我今天去了 我一看舅舅眼睛失明了 八十多岁了 疼尿病眼睛失明了 今天王爷八十跟我去了 就说我们亲朋故友 我们都要合起来 跟谁都要合起来 这样一来 我就帮我们俩帮这几个孩子 开七年份房秀啊 我们家那天天两点起来啊 干啥去 去得烧大锅去 把大锅烧 漏粉的大锅给烧开了 然后呢 又给这帮爷做饭 然后他得漏粉 他跟倒粉 他比我活重 他一老一远你看 孩子给他钱再不要 把孩子心里又哭又好 他说我跟你家叔母说了吗 我们俩是帮你不要钱吗 为什么要不要给钱呢 后来我要说 我说你别说了 少拿两个 让孩子心痛快吧 真的 给我们俩五千块钱 不要拿两千块钱 这回孩子不哭了 这 开七年份房 把他们的债务 又都还上了 就说我们做一个人来讲 家庭关系你出不好 什么是道 家庭是道 家道家道 道就在我们家里 我们上外面去找道 你找不着 家道是什么 轮常道 什么叫轮常道啊 轮理道德 父子 夫妻 兄弟 朋友 上下级的关系 父子 子孝吗 父义 父顺吗 彭师有信吗 上正下宗吗 是吧 各在其为摩西争 各行其道 你是哪一位的人 你就把哪一位的人当好 是吧 当好人做好事吗 别说我们成这个成那 就成银 把银成了就行 那圣贤不都是银吗 他们做的事情 超过一般的银了 大家管他叫圣银 管他叫贤银 我们也要 也能做到啊 我们不是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没做到呢 我们私心太重 我见太深 处处张口就是我如何如何 没想到大家 没想到别人 我们把我们自己 你来到世上 就说 你来时候高高兴兴来的 走时会 背背 探探走的 叫来时欢喜 去时背 你来到银市城 唯一 咒银一点没有服务 你白走一回 是不是白来空走了 不能让他白来 也不能让他空走 我们要把一个言当真了 你就没白来 你也不能空走 所以说言 五轮大道 不辞 怎么要叫老父母进辞道 父母怎么进就辞道啊 不是我们给儿女攒下多少钱 我们就进辞道了 给儿女攒下物 给儿女攒下车 攒下楼 就是进辞道了吗 这不一定是进辞道吧 可能还行把儿女害了 为什么 钱多了 物多了 儿女 靠着老子有钱 有物 花天有地 吃喝玩乐 为所欲为 可是呢 造下了无边的罪业 古云说了 根本是德呀 德因子孙 子孙百事其仓 什么叫德 孝敬老爷是德 尊重师长 尊纪守法 不胡断非为 这就不为天命 你要不尊敬老爷 你不尊敬师长 不尊敬守法 那不就是 国家法律就是天命 你不难得国法行事 你就是为天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 我们这个人怎么当 在家校父母 何必买烧香呢 不用买烧香 为拜佛 家里父母就是 你说的好啊 吃水不忘打领人呢 你生在世上 你不能忘父母养育男呢 母怀胎十月整 卢补三年 这个男谁能抱得了 我们都是母亲生 母亲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母亲生我们的时候 在鬼门关走一趟啊 生死关头啊 过去有多少生孩子 死到那草坡上的呀 那我们来到原世上了 父母把我们生到世上了 把我们养大了 我们如何抱母男呢 母亲的男呢 太重了 太大了 母亲的血又 气 把我们养大了 我们想一想 我们应不应该 对母亲尽好地笑到啊 笑是什么 笑是德啊 笑是万善之本 笑净老爷就是扎得根 根身是也冒的 我们要不把儿女领好了 那你就亏道 你不会领啊 父母是前车 前车过去后边压住车 子女不照你的车眼走 不照你走过的路程走 所以王峰一先生说的 父母姓善 儿女也善 父母姓善 儿女也善 一点没说错 所以古人叫 子虽母姓 所以我在 这三十多年里头 我讲到不是台旋 也不是论庙 是吧 就像当人知道 人你不要 你 事成事故外 你这没有样子 你迷人的 你迷到啥上 你就死到啥上 上等人 迷到活上了 成天迷到活 迷到活 是吧 下 刺一点 就迷到啥上了 迷到名利上了 再刺一点 迷到啥上了 迷到财 上了 说财 财 两件 邪 迷路 迷路后世 多少年 最刺 那种 迷到啥呢 迷到神轨上了 人是万物之良 你不要迷 你本身就带着一种 佛性来 要闻 也不能转 是吧 我们就把自己 人做好了 古圣贤言讲那句话 人自出性本善 先天的根本 人 生命都是善性啊 本性都是善良 无是女儿的 受周围环境的虚染 父母的熏陶 父母的血统 养成自己的丙性 那就说 我们做一个父母来讲 怎么样 那给后天 留这个好的应根呢 这个应根 留下来 对社会有贡献呢 对人类有贡献呢 不能想到 我自己小家庭 我们想到大家庭 大家都好了 你不就好了 那从哪开始啊 从一个人一个人开始 一个人好了 就好了一家 一家好了 就好了一个社会啊 家庭小社会嘛 和和乐自言嘛 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 一个小社会 就由一个人一个人组成 我们这一个人好了 你保证影响好这一家 我们上过学习班 你学一样都知道 是吧 那一个家庭啊 一天五眼当心的 他怎么样 给学习班回去 他真正的低下来了 他那都本分去做事 可是呢 我在清华里 讲课是吧 他给我发一个 那个纪念品 那个纪念品呢 写的啥呢 行圣于言 所以你不用你说 你别说 你们都咱们咱们地吧 你们都好好学好吧 你们怎么做吧 别说 少说多做 你去做去 让你的行动影响他们 往往人把这劲儿使法了 高传统文化也好 高那个 学佛的高佛教也好 干啥 拿这个尺度去卡用别人去 去约束别人去 你说 是不是说了 那叫管人呐 不许现在让我们 让我们管自己 正人先正己 把自己管好了 不要去管别人 我以身作德呀 大学里有用一句话吗 学而实习之不应用 我们学了就要实习 就要做 就要行 道是行的 德是做的 不行没有道的 不做没有德 所以叫道德道德 道过的是德 所以在 我们当老人家 不给儿女留些好的意见 你说儿女怎么 怎么能能能好吧 她的脑海之中 儿女的脑海之中 都是老人举止言谈 所作所为 那些印象 那你 那就啥呢 前辈 车过去了 后辈 折压出来了 子女就抱着 这折压往前走呢 说你在 我们 你孝敬你的老人 你孝心的子就孝你了 你要你心的子就孝你了 我在那个 这是前年 河南省有一位 先生领孩子到我们去了 去了怎么样 你说 领十八岁孩子 到我们那黑了 那这是我们家 这都好一年了 我们家那还真是 我说都黑了 你就得住一宿明天 你们爷俩该回去回去 我说你来干啥来了 这孩子有病呢 我说我可不是治病的 我是讲家庭 伦长道的 伦长道有亏的 他咋病呢 我说你孩子啥病 这孩子我就 瞅着隔度劲 你是到哪个医院 检查 他说没多大病 他就不正常 就这么爷俩 对面坐在 跟他椅子上坐在 坐在坐在 那十八岁孩子 你说什么 说话可明白了 你说左右开 我们老大嘴巴 就打开他父亲 哎呀把他父亲 打的脸那个红啊 反正连打的红 连扫的红 说你十八岁孩子 啥都明白 你看那打的第一 就这么的 我一瞅 我说 我说孩子 你打你爸爸 他说我打高兴啊 我愿意啊 你管得着吗 当然咱们管不着啊 哎呀我就琢磨 我说乖呀 他怎么打他爸爸 这什么都明白啊 后来我就问他爸爸 我说他打你 从什么时间开始打你 他说早些还没打 就上火车 说上你这来 我在网上看 就你这 上你这来 上火车 他就打我 这车厢这人 都都叫奇怪 这孩子什么病啊 精神病啊 我就琢磨 你说上火车 他怎么能打 你早先不打 他说不打 我就问他 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么的 你回忆一下 你在十八岁的时候 你对你父亲 怎么回事 这叫什么 儿女就是 你自己的一面镜子 你所做所为 的事情 在你儿女身上 都会出现 我这么一问他 他怎么样 他 这个小伙子 个灯上坐着 哭东西就爬地去了 放声大哭啊 一门喊 爹呀 爹呀 一门哭 一门喊他爹 那指定个爹身上 有问题了 啥问题呢 哭的时候我不能问呢 哭有一个多小时 我问他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你要不提这个茬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这一提 我想起来了 我十八岁时候 我父亲 刑满事放出狱 回来以后 我就因为 老改犯了点儿子 还有前头吗 我的前头 不让我父亲给我毁了吗 我能拿他当眼看吗 他吃不吃 穿不穿 我都不管 他说话 跟我俩 言以不牵扯 我就跟他俩就顶上了 他骂我 我就骂他 骂我还不算 我伸手就打他 他说 我都习惯了 跟我父亲一说话 我就要伸手啊 我就打他呀 我某些也打他 也骂他 不到一年 我父亲窝囊死了 这家他又哭上了 一门喊 爹呀 哎呀 我这儿子太生苦了 你也真是生苦 那不打爹吗 可是呢 这家他哭着 后来又哭 又哭两个多小时 我说你也别哭了 行了 他说这咋整啊 我说那咋整 以德补之吧 那天下的老人 都是你的老人吧 你见证哪个老人 都应该可怜 说 人老如同我自老嘛 人贫如同我自贫嘛 少年修校白头翁嘛 花开花谢几十红啊 转眼间光阴世间 出人老嘛 日月间穿梭子过去了 一晃就过去了几十年 红粉加一人满头血嘛 白面书生两臂霜啊 是吧 人都有老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那老人就是我 我自己也会老的 我们在年轻力章的时候 必须要对老人要恭恭敬敬 所以呢 这个人呢 真的走了 这天朱一小走了 后来我又看到 过半年我又看到他一回 我说你回去 你那孩子怎么样啊 他说我这孩子好像不像以前了 好了 我说好了吧 我说这就是你的对照啊 是吧 那孩子我是无辜的 你当父母的 你不会给孩子赔得 你给孩子造成罪业无边啊 前人中敌后人收了吗 父母中敌人 儿女必须要抢收啊 古英那句话 把不拉子环 一点都说错 所以我们做一个老人来讲 你必须给老儿女赔得 得根加深了 根深夜貌吗 叫什么 说后德载物 我们说的小点点 别把他面扣得太大 就从我们家庭里说起 说的越小越厚成吧 面越不低越大越薄吧 说后德载物 厚了 得根加的深 根深才能见帽 所以我们做一个 老爷来讲 你别管儿女笑不笑 你得尽好这辞道 说我们做儿女的 你别把老爷辞不辞啊 你视察的儿女 你自己一笑 各行其道嘛 是吧 有人说呢 啊我的病是我父母给我 给我种的啊 父母种的 你也就有这份 可能你也就有这份火 你也就有这份罪 你是他的儿女 你必须要尽笑 在家笑父母 除嫁笑公婆 孝敬公公婆婆 尊重丈夫 和大姑子和小姑子和周里 这就是我们人生应该走的路程 所以我们做一个人 你来讲 笑都分多少种啊 是吧 有笑 有大笑 有小笑 有真笑 有假笑 有远笑 有近笑 笑都得分多少种啊 是吧 我在无锡那个论坛上 他们说我去 我去了 那是李宝库部长 他先讲上午 我讲下午 我说部长你讲啥啊 他说我讲笑道 我说你讲笑道 我讲不笑的害处 是吧 笑是有好处 那不笑有害处啊 你不笑父母说起 你心啥也没有用 你败这个败那 你败谁也不行 你败谁也败一败 你也得不着什么 什么你也得不着 因为你忘本了 本利而到生吗 你在本位上去行使啊 你儿子姑娘 你就应该尽孝吗 你就应该把他人当好吗 你从小时候 姑娘儿子就应该性格为友吗 就应该游和吗 就应该像棉花那么温暖吗 对老人就应该那么温暖 看个古代那些大小子 科目共养 埋目共养 隔骨凤亲 我们看着王翔 那还厚吗 福兵沃鱼 王翔的家庭 我到了 那应该还有一个王翔庙 那我们现在我们家人里呢 我们对我们的老爷啥样啊 对我们的公公婆婆啥样啊 是不是有那么哥说婆婆也是妈 婆婆真是妈呀 不是也是妈 那真是妈 你妈跟他妈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将来你不也当这个妈吗 是吧 那婆婆是从哪来 不从媳妇那位转化的吗 那你现在是媳妇 你将来你也当婆婆呀 是怕颠倒你 怕怕 我们拿人心比自心 是吧 颠的颠的一般沉 说我们做人里呢 你要不会尽孝 我们往未来到颜世一回 你说白给我们一条颜皮拍呀 那颜是咋写的 一瓶一瓶 一瓶是他男颜 一瓶是女颜 这喝到一起那个颜 单个的也不是不是了 单个的 没有那一瓶的叫光柜 是吧 没有那一瓶的叫寡妇 这叫光寡孤独 那就不成个颜袋了 他那不成个家 他那不是个家 可这样单身家庭 孩子不幸福 孩子痛苦 孩子痛苦不算 老银更痛苦 老银黑白垫下呢 哎哟啊 我那儿子没媳妇啊 我那姑娘没丈夫啊 让老银操心 何为孝心呢 让老银在我们身上放心 让老银在我们身上省心 不要他在我们身上操心 这才叫真正与孝心 就我们每个人身体不健康 从哪来的 可以说不孝 说那我对我老银挺好啊 你身体你都没保护好 你还是笑吗 身子受于父母 不能随伤啊 你把身子伤了 你说你老爷跟你操心 我的 你的身子就是老爷的心 而你的身子 父母的心嘛 那能说我们笑吗 我那时候我就想到了 妈妈多难啊 妈妈把自己的一切都付出来了 给谁了 给儿子了 你这儿子要不会当 你就是个假儿子 你不是真儿子 所以我在 讲这个孝道的时候 我一想到我的母亲的时候 我心就酸 我笑到没有见完 妈妈怎么就走了呢 我妈妈走了 刚开一开放 生活条件刚好一点 我心这回可好了 八人开放了 我妈妈想吃啥 我就给她买啥 可是买回来 老爷吃吃的不吃了 老爷到晚年了 吃不进去了 真吃不进去了 我现在我才理解我母亲 到晚年了 真吃不进去了 我给买一顿东西 吃不进去 那时我还行 妈你不能给别人吃 你得你自己留着吃 可是我妈 在我的两边 不给那孙子吃 也不给孙子吃 我要走了 他就给孙子吃了 回来我说 妈你吃了吗 吃了 后来 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孝敬老爷 你给老爷拿那个东西 去了 物质也好 吃的也好 拿去了 钱也好 他喜欢给谁 他就给谁 你是孝敬他的 他喜欢给别人 他心高兴就行 可是有很多 就从我自己 我就体验到 你不要老爷给他孙子 给他孙女吃 你说他心能好受吗 你不要他动他 你那就是啥 那叫管老爷 我们现在这样事情很多 把钱给他了 老太太 说哪一个困难 他想要帮助哪一个 自己舍不得花 老爷到晚年 真舍不得花钱 可是给钱 这主说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不行给谁谁花 你要给他花 再我就不给你了 你说把老爷 是不是一下就管住了 这叫管天呀 老爷就是我们头上的天嘛 这个孝道很多很多呀 我们夫妻离婚了 你说这四个老爷 你说 心低了的 我们自己幸福吗 我说你自己也不幸福 他表面幸福 他咬着牙也得说幸福 他不能说痛苦啊 可他内心痛苦啊 我在讲课时我说过这话 我说坎尼没有炫的缘 还是圆装的好 你后人收到一起 就指正不行 心里都有格 我们现在很多当后妈的 当继母的 这个不少 那我们拿前方的孩子 他的母亲也好 没在跟前 他的父亲不在跟前 那你是 你是去的 你对这个孩子是什么看法 我们能拿他当我自己的吗 他是孩子呀 他是无辜的呀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护他呀 怎么样去关心他呀 但是拿他的就得胜过自己这个 你这个才够合格的 后妈 合格的继母呢 现在有很多 男人的孩子不当一回事 说啊 那孩子跟我不一个心 你跟他不一个心 他能跟你一个心吗 你跟他都格格不入 你说他能跟你 能靠近你吗 人心都是右掌的 必须我们要改化 我们看看 出厂的机器 一台桌机出厂了 那原装机器扛死呀 一半会儿 那零件挪不坏呀 当这个机器的零件坏了 你再换个零件上 保证不扛死 几天就坏 几天又坏一个零件 几天又坏一个零件 我们现在就有这样很多人 不行离婚了 离婚再找一个 男力好 女力好 再找一个 你过两天不行 又离婚了 过两天不行 又离婚了 就这么点 经的换 越换又完蛋 我在论坏也好 讲座也好 学习班也好 有很多男女同志离婚 我建议你 最好不离婚 一日夫妻百日嫩 百日夫妻如海参 情深如海 要总说 夫妻之间你别讲理 讲理气死你 夫妻之间讲啥理 夫妻之间要讲情 讲情互相疼 你要想 想当初的时候 怎么好了 好的也多个脑子 差个性吧 那脑子 好好牵强 脑脑到眼 我们不要做这一类人 我们要有偿性 要有担待力 是吧 要有永远之量 要有说 哎呀 那我跟他俩乐不起来呀 为什么乐不起来 不知足 你不知足能乐起来吗 得高叛高 越高越想高 越高越高 最后就糟糕 我见着了很多女同志 到你跟前 我这么苦 那么苦 你喜欢她吗 苦是咋来的 自己找的 不会当女 不会当妻子 夫妻的应该啥 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 宾宾有礼 真是宾客相待 你要达到那样 就男人 从外边想要 找一个情人 对不起我妻子 那小三 他就插不进来嘛 可让我兄弟有一点干啥呢 你怎么样 监视上 是吧 你像警察是开上他了 查查他手机 看着跟谁联系 哎呀 您说 圣经说了 夫妻之间 不要互相管辖 男不怀女 女不类男 男人领妻 不管妻 女人祝福不类夫 男人领妻学到 女人祝福成者 你这一管 你对他就冷漠了 那就达到什么 夫妻相敬如冰了 乐苦冰凉 你这该不夜会 我找个夜会 你有老大冰筷子 是 回来来一进家 家伙不高兴啊 喝点酒 换回当当进屋了 你穷的鬼出 又拿出来了 真的 不管谁 他真要喝点酒 回来了 他心不痛快 就永远喝醉了 喝多了 回来你也清朝代 哎呀 你今天喝多点了 快如今 我给你烧点水 汽点茶 接点酒 把袜子脱下来 脱下来 快点 我给你洗一脚 舒服 舒服 你说这个战伙就迷蒙之动啊 醉醺醺醺醺醺醺醺 他也得赶紧呢 你说你这衣不像样 他们求你喝这个死样 完了 去 你上大屋去 别在我跟前 我相机给我死味 你说你把他捡走了 一回两回啊 他心冷了 你说你 你不把他冰跑了 你十块冰 我也把你误化了啊 我对你温暖 我对你游和 我看你 你还往哪儿跑 你想跑 你都跑不了 真的呀 我们过一日 你得有道啊 夫妻这个情分 你得回处啊 因为夫妻是一体嘛 夫妻一体深合 夫妻的心合 夫妻的性合 这叫散戒合一啊 也叫天爷合一啊 你真要达到这个程度 你看你生的孩子 不带差的 保证处备 那叫啥呀 天情地宁 你生个神童 天不清地不宁 你生个糊涂虫 说我这孩子不听话 那约谁呀 你的血又你们 骨血养大的 我们看看古代那些圣母 圣人 她为什么 她们也是女人 怎么能生出圣子呢 怎么能生出圣贤了呢 孟母生出孟子 孟子的母亲 也能在 生出孟子 王宠梦 生出江西章 她不都是女人呢 她怎么能生出 这样的圣人来呢 那我们现在的女人 我们怎么 就生不出来 这样的孩子呢 我那孩子 咋不听话呢 上我跟前 我说你还不听话 你问我 我想问你 你怀孕的孩子 你是一种 什么心理状态 你是一种 什么性格 孩子就随你性来的嘛 要说我们当妈妈 你当爸爸 千万要给孩子 黑德呀 想 不用你盼孩子好 你盼他好不行 你把德行 跟给他扎那发的 你看看他好不好 说我见着一个女士 也是在咱们长春 她上我家去一趟 那时我家就不留住了 不留他们 不留给你住 我们家不留 我俩孙子大了 不留了 已经留三十多年 说别留了 可留不得了 这越来越多 咱们招待不起了 一个女士 点孩子去了 你说这孩子啥毛病 十二岁小姑娘 就这个事儿的 俩手就这个事儿的 哎呀 我说这孩子怎么能这样 我说你分不开呀 姑娘 分不开 孩子说话嘴啊 你牙都像紧似的 哎呀 我说怪呀 我就细眼叫 考察 这孩子为什么得这么个病 我说你治多长时间了 他妈说治一年多了 十一岁得的 治一年多了 没治好 钱花了要干呢 完了听说你这儿了 我就领寒来了 我说你到我这儿来 我也治不了 我不是治病的 说我只给你一条路子 他说那你说 我说你这儿为啥 你还这样吗 就我观察 你这孩子毛 你嘴是做买卖的 啊 他说你这儿说对的 我真是做买卖的 我说你 你看孩子这个手捏的 他说对呀 这手捏的称细的 这手捏的吗 卢称锅的 我说你是不是干这个的 他说真是 我真干这个的 我说你竟少给你称啊 他说不少给称福挣钱呢 你看看 我说你知道 言心不平才知道 他称 你这在称领像什么 福禄受三星 你薛君短两 短你的福 短你的路 断你的子星 这你的就掉眼泪了 就糊了 这咋子啊 我这咋治啊 我说咋治我也不会治 还得你自己治 自身有病自心治 身病还得心要医 我说啊 你使心做的 还得你 幼义的心 去改变 他说我咋改变呢 我说你欠你都是谁呀 消费者的 你怎么样回报的消费者 我说就这么一个招 你自己去琢磨去吧 真的他在我们家吃顿饭走的 过了半年的时间 我在长春 那个学习班里 我他两孩子去了 听说我在那去 他两孩子去了 小姑娘进屋 我一看小姑娘把手撒开了 哎呀我说姑娘把手撒开了 姑娘热了撒开了 最后我说话也不费劲了 我说一问你妈 哎那时候这孩子 这个牙好像紧似的 我说你呀你做买卖 你进说谎 他说那不说谎都行吗 就得说谎啊 那个地方不好 我得说这么好那么好 我得骗他 要不他不买呀 完了这还 那他妈说呀 那孩子吃饭时候都高 快的往里捅了 不行了 完了进屋里 我看孩子说话也流利了 哎呦说孩子说话也痛快了 他痛快了 我好了 我问咋好的 你问我妈吧 你看看 问他妈 真是啊 他妈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回去怎么做的 他说你不要我回报消费者吗 我对呀 你咋 我说你欠那些人咋回报的 他说这回来买我东西的人 我蹭蹭让他多 买一蹭都多几两 甚至有的都多半斤 我就不忘回哪了 我围绕我给我孩子 是吧 补这个肉嘛 我补这个 都不卖 说你